這個帖寫著請廣傳 那個帖呼籲大家幫忙留意就室長者 大公仔女要照顧年紀老邁 甚至有認知障礙的父母 要承受的壓力實在難以言喻 有社企近日推出一款 名為自愛寶的定位服務系統 希望能分擔照顧者的壓力 這部定位裝置及外形好像暖彈 小口輕便 勾上手袋放在口袋都沒問題 放上無線充電座充滿電 就可以持續用到大約30小時 只要將手機APP連接定位裝置 照顧者就可以隨時查到家人的位置 何時出去何時在室內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其實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定位產品 他們主要都是依靠GPS的定位 去取得那個位置信息 我們看過 如果單靠GPS去做定位信息採集 在香港或者在一些城市的環境上 是遠遠不足夠 如果周圍都是高樓大廈的話 你沒辦法可以收到三顆星 當你收不到三顆衛星的信號 就沒辦法做到定位 在自愛寶 其實不是用GPS去做一個主要的定位信息採集 反而我們是利用WiFi的訊號去計算 那個使用者或者被照顧者 實際上他在城市環境裡面是哪一個位置 照顧者也可以在手機APP上設定安全範圍 例如由長者中心到屋寸公園位置 是屬於安全範圍 當長者離開或者回到範圍的時候 照顧者都會收到手機APP的通知 不過要留意 如果照顧者的手機接收不好 是會影響這個通知功能 裝置上面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會向照顧者發出通知 裝置也會同時發出聲響 給長者有需要時後用這個功能 去外界求助 在關鍵時刻減低他們失救的機會 裏項定位技術原本由LSCM研發中心研發 用在物流業之上 今次和榮華愛心科技合作 就將有關技術修訂 又獲得創貨基金160萬的資助 其實就不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為何又會值得去做一個投資去做呢 就是用在物流業上高 和用在老人家上高 在用家的需求上都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你說我要去送貨 或者我檢查一個貨櫃 其實我是可以有一個靈活性 我可以將譬如我用的 可以用一個很大的電 我不需要去擔心 究竟我做出來的那件產品有多重 或者有多大 給一些露台化症的老人家 或者需要的人 我們是需要去設計一件產品 它夠輕巧 它有相對的用的時間 可以夠長 另外就是它不需要特別的操作 而且工作不需要